4.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煞鷲騰的硬濕濕濕濕的大士 現在呢我在力寶賽道 來參加福斯他們所舉辦的R Performance Day 這賽道試駕活動 其實在先前我們曾經試駕過非常多福斯R的車款 像Golf R T-Rock R T-Gon R 甚至Golf Raferriam 這些車都是進行深入的試駕 甚至頂底盤還有拉馬力等等的 一些Hardcore的單元 但是畢竟這些試駕的測試地點 都是在一般道路上 所以沒辦法把它開得非常的緊繃 非常的用力 剛好今天我們來到利寶 可以開了這些R家族的新人車 來一探它的底盤的操控的極限 到底在哪裡 而在跟大家詳細解說之前 也請大家幫我們頻道的訂閱追蹤期欄 有你按讚訂閱追蹤以及分享 都是給我們最好支持無力 另外大家可以同款短期 還有之後呢 我們即將就要開售Ductif的帽T 都請大家再多多支持幫忙一下 由於它試駕之前呢 我們就有先抽籤來挑選車款 雖然我現在正開著車重最高 而且車高最高的T4R試駕 雖然它車高比較高 而且車重比較重 實際在賽道上試駕 你可以感覺到一些重心左右變換的情形 但好歹它的避震器的支撐性 我覺得還算OK 可以支撐著車體了 然後抑制車輕 而且在快速出彎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4Motion 後輪驅動的比例 其實就很像後面集中 重點是在一些彎中 你用力補吹油門的時候 會發現它扭力分倒系統 其實會很細微的在作動 可以讓你覺得車尾 你看有在往外擺出的感覺 多少可以讓你輔助一些出彎的靈活性 而且接下來我要退檔 然後準備進入大直線 好 開始 我並沒有完全擺這方向盤 就可以全員發射出去 而這也是扭力分倒系統 它可以讓車尾擺出一點 讓你車頭提早瞄準彎道出彎的一種力氣 OK 然後我現在準備到前面的煞車 因為它們所配置的煞車 其實R配的煞車都算是蠻不錯 而且它配置前後都是那種大孔通風盤 而且卡鉗也比較大顆 所以用力骨槌之下其實還算是夠用 但是因為這次賽道體驗試駕的關係 前面教練會有壓車 而且前面Varion也開始稍微賣一點點了 所以稍微沒辦法那麼用盡全力的去試駕 但是我覺得以一部這種高頭大馬 而且動整個320匹的這種性能休旅車來說 我覺得真的是還蠻不錯的選擇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提光賣得那麼好賣那麼多 在體驗完它的操控性能之後 接下來我們下一部車就來試試看 Golf R相同體系 但是你車比較長一點的 Golf R Varia的操控動力 我們現在開在Golf R Varia上面 其實這部車先前我們就有進行試駕 而且那時候還在下雨天 坦白說那時候對於Golf R Varia的操控 其實並沒有做太多的一些深度探究 而這次可以再次開到它 而且是在力寶賽道 你會發現真的是剛剛跟體驗R比起來 你會發現它重心變比較低 所以它開起來的靈活度當然比較好 而且重心真的低很多 讓你車頭的範圍反應很好 而且我覺得因為它車身比較長的關係 所以尾巴的擺動會比較明顯 不過稍微可惜是 因為這台車好像沒有選擇有模式的關係 所以車的跟進性真的是 我覺得可以載更快一點 而且這部教練好快喔 那我們現在後面完全沒人了 後面把大家都放好遠了 可以看一下喔 我們攝影 幫我們後面拍一下後面 後面就這樣 沒了 人都沒了 而且剛剛教練開得非常的興奮 那是我們的巴西教練 所以我剛剛很努力的 一直拚命的追它 雖然還是一定追不到啦 教練太強了 好 我們現在準備要到大直線喔 而且現在速度稍微慢了一點 好 我現在故意進到二檔 好 大家都上來了 好 我們先開始全油發射 因為發現了這個新世代 EA888 EVO4的引擎精緻度 真的是很棒 又順 而且我覺得這一代的4MOTION 真的是很棒 雖然以前啊 說真的我們開過很多代的4MOTION 你就覺得它那個車就是頓 就是推 然後尾巴說什麼50比50 然後可是呢 你那50你真的很感受得出來嗎 我想未必 可是現在這新世代的4MOTION的話 我覺得又推又滑的 尾巴可以帶 雖然沒有配置扭力分導系統 也不會讓你覺得太過於遲鈍的感覺喔 但如果你又開過扭力分導系統的R的話 你就當然覺得尾巴可以更好 更靈活更棒 可是呢現在 我發現開了這種一般的4MOTION 它也可以跟你很讚的那種操控感覺 好啦 真的好險有這次利寶試駕R的活動喔 因為上次其實雨天開的GOLF R 我覺得真的是操控感覺 我覺得真的是還好而已 可能因為先前開過GOLF R這些 比較高性能車的關係喔 所以會有那種失落感 覺得好像GOLF R VARION也不怎麼樣 但是我現在在利寶賽到4M試駕之後 我覺得這部旅行車真的可以耶 而且剛剛那些高速彎折進去的時候 尾巴跟進去馬上就上來 好啦雖然VARION好像先前沒有要選 什麼鞋子管這些東西嘛 但是我覺得少這些東西 但它底子還是很好很棒的 好爸爸可以買啦 好爸爸真的可以買 如果你想要真的熱血大胚的話 然後你又不想要開休旅車的話 VARION買就對了 在我們剛剛的深度體驗 體光R GOLF R VARION的一些賽道性能體驗之後 原本我已經要做結尾了 但是我非常LUCKY 幸運的抽到一個大獎 怎麼大獎呢 其實這次的福斯活動 他們特別找來當初開著GOLF GTI CLASSIFOR S 勇從紐伯林挑戰前驅車最速的車手 Benjamin來到現場 原廠他們也騎Benjamin車手 開著GOLF R 可以抽籤一些媒體來進行賽道體驗 而我就相當LUCKY抽到天之第一號的門票 而在Benjamin的實際駕駛之下 讓我對這套4Motion 而且扭力分操系統 也有更多的認知 因為在先前不管是試駕 或剛剛我們在賽道進行試駕 總覺得這套扭力分操系統可以讓車尾變得比較靈活 可以更早的指向入彎 讓你的操控動態可以更好 但是在它的實際操作之下 你會發現它充分利用這扭力分操系統 對後軸動力分布的一些設定 它可以在它入彎之後 持續的補油門 甚至一些轉向的輔助 讓它車尾可以持續的往外拋出 甚至持續的推移 第一道說有點像是後輪驅動車那種飄移的動態 雖然離這樣飄移動態距離還是有點遠 但是已經給我們以往對4MOTION這種 過於穩定的一些操控動態 已經很多的自主操駕樂趣了 也讓人見識到這扭力賽車所厲害的地方 那為什麼現在我要站在扭力分操系統 甚至DQ381變速箱 甚至後面EA888EV4的引擎之前呢 因為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就要詳細針對這三樣 更把重要的武器 來進行詳細解說 我是Darky 我們下支影片見